这一步 音准节奏跟咬字 加上自己的情感跟自信 你可以分辨出来 什么样的声音是好听 什么样的音符 它的组成是好听 什么样的音色 你特别的有感觉 特别觉得它有感情 从你的耳朵开始 也就是说 同样一首歌 不同的人来唱 为什么这一个歌手唱的特别的有感情 你可以听得出来 我相信每个人都听得出来 大家应该都听得出来 注意歌手 唱歌就有感情 为什么你听得出来 一定是从你的耳朵开始 所以其实 大家要唱好歌 你要从自己的耳朵开始 你自己 有人说老师 我很爱唱歌 我也听这些歌 相信 为什么老师音不准 音不准 除了自己的练习不够之外 也是在自己的耳朵 你自己唱出来 你自己听 感觉不准 或者是 你没有感觉它不准 但是声音出来是不准的 所以耳朵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先从我们自己的耳朵开始做起 那我跟大家分享 一般来讲 大家在KTV也好 卡拉OK也好 唱歌 可能在家里面 放着录音带 放着CD 然后跟着唱 戴着耳机跟着唱 去KTV里面跟着唱 KTV里面 当然环境会比较好一点 KTV里面的 机器呢 他可能有这个 有很多很好的设备 他有很好的 rever 或者是 Echo 可以让你的声音美化很多 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要把一首歌唱好 我的建议是 大家以后有机会 去 这种场合唱歌 你在自己的包厢里面 跟你的三五好友 我建议大家可以先试着把 那个效果全部关掉 如果你唱歌 可以让在效果全部关掉的情况之下 然后你还能够唱到让大家都感动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 值得进步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我这样讲 大家 先从耳朵开始 如何从耳朵开始 有的人讲说 老师我一唱歌 可能要想到歌词 要想到旋律 要想到段落 然后呢 可能又因为现场的一些 朋友影响 这就是周遭环境的影响 导致我唱歌 可能会有一些地方 我唱完了也就过去了 大家在KTV里面 可能是唱歌是一种消遣 可是对于一个职业歌手而言 我们今天麦工拿起来 不管我在哪一个场合 我不是消遣 我是在演出 我相信大家来思考一下 消遣这两个字 跟演出这两个字 它的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它的差异在哪里 我过去曾经也在民事 我去担任过 明月之星的评审 我常常跟很多很多 这些参赛的选手 讲 我说也是 我也是一样分享一个观念就是 先从你自己的耳朵 你自己的耳朵能够分辨出来什么样的 声音是有感情的 你就应该要听到自己的声音有没有感情 自己的声音唱的对还是不对 准还是不准 那如何听自己的声音呢 我一边唱 唱完了可能就过去了 最好的方法 就是彤下的效果 下一次如果你看他放出来 你把录音笔当成麦克风 飞来麦克风唱 唱完了之后我相信 那个伴奏的音乐呢 因为他是指向性 就像麦克风一样 你的录音的 这个地方呢 是对了你的嘴巴 所以他会把那个卡拉的部分 录的不会那么的强烈 也就是说大家唱完以后 可以从你的录音笔很清楚的听到 你演唱的声音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好像是 每天我们早上起来我们刷牙洗脸 我们在浴室里面 我们面对那个镜子 你脸上今天长了一颗青春痘 还是你哪边有一颗痣 还是你的胡子没有刮 你在一照镜子的时候 你会非常清楚 音录有然 录音 就是一个可以让你 修正你自己唱歌的最好的方式 因为你的声音录下来了以后 你重新的用你的耳朵去听 听你的歌声 常在听的过程当中你去找 为什么 我唱的跟原唱的差异 为什么原唱在这一句 可以那么的有感情 那为什么 我在这一句 特别的没有感情 那我要如何的 改善我自己的问题 那其实从录音 要录音笔来录自己的声音 是一个最直接 而且最省钱 而且最方便的方法 那当然 一首歌很重要的是 音准 旋律 里面的每一首 每一个每一个音符的音准 还有呢就是咬字 咬字就是歌词 再来一个就是节奏感 一首歌 非常重要的三个元素 就是音准 咬字 跟节奏感 如果说 你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把一首歌 声音非常的准 咬字非常的清楚 节奏感拿捏得非常好 你可以算是一个会唱歌的人 但是 他不能算是一个好的歌手 那要如何 变成一个好的歌手 还要加一件事情 就是 音准 节奏 节奏感 跟咬字 这三个元素 加进来了以后 你还能够 唱出你自己的情绪 跟你对这首歌的认识 跟你这首歌的感情 然后让听的人 可以从 清除你的这个歌声当中 可以听到 你的感情 也就是同样的 一首女生 歌手唱的歌 由男生来唱 并不一定会不好 而一首男的歌手唱的歌 让女生来唱 也不见得不好 只要 你能够唱出你自己的感觉 你能够唱出 你自己的味道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用讲的很简单 事实上 喜欢唱歌的朋友 要一直不断的努力的去 学习他 那对于斯文兵个人而言 我必须要讲 我从小喜欢音乐 我从小也学音乐 但是我觉得我从小学音乐的并不是流行音乐 小的时候 我幼稚园大班开始拉小提琴 拉到国中一年级 国中一年级开始自己看吉他 然后之后开始摸所有的乐器 然后高中开始创作 然后一直到现在 这个过程当中我听了非常非常多的音乐 从学习乐器可以帮助你什么 帮助你的音感 或许帮助你的仕谱和乐谱的能力 但是呢 他并不能够 他并不能够直接的影响你唱歌 他只能够间接的影响你唱歌 因为 我拉小提琴 小提琴大家有看过 小提琴的那个琴柄上面 四条弦 那四条弦呢 他不像吉他是有一格一格的 吉他是有一格一格的 如果你六根弦 音调准了以后 你按这一格就是dol 按这一格就是re 很清楚 但是小提琴不是 小提琴他没有琴格 四条弦没有琴格 你要拉dol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那个 指头一定要很准的到那个音 所以 我很高兴 我小时候有过这样子的训练 所以可能 对我来讲 音准 提升了我很多音准的这个部分的一些磨练 但是我想 最后唱歌的这个过程 还是 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要唱 一直不断的努力的 一直不断的唱它 我相信大家一定要选一个 一首歌 比如说 可能有的人喜欢西洋歌曲 有的人喜欢台语歌曲 有的人喜欢国语歌曲 有的人喜欢日本 韩国歌曲 不管任何歌曲 大家 一定要多听各种不同的音乐 各种不同的歌声 你可以从不同的歌手 不同的创作人 不同形态的音乐里面 你可以越听越多 越听越多 越听越多 就像我们看书一样 一个人如何有学问 就是书看得多 书看得多 他就有学问 学问 一样 一个人 他的耳朵 能够到某个程度 就是他听很多很多的音乐 当你的耳朵可以接收到很多很多的音乐 自然而然就能帮助你的演出 所以 如果你要唱好歌 你今天不是只有唱琴歌而已 如果说今天是琴歌 是一首伤感的歌 明天我要唱一首很快乐的歌 后天我要唱一首很愤怒的歌 每一首歌 所要表达出来的意思不一样 所以 每一个人 从你的音准 节奏 跟咬字 这个部分 去 从你的耳朵 很清楚的听到你自己的声音的表现之外 慢慢的练习 慢慢的练习 加上你对这首歌的热爱 然后你会慢慢慢慢的 有自己的一种情绪的演出 那 如何到这一步 我觉得 老师讲也没有用 你上一千堂课也没有用 最后一定是在你自己本身 一定是在你的身上 你 能不能够做到这一步 能不能够跟我们一样 我们不敢讲 但是你要做到这一步 你必须要不干不断的练习 就像你爬楼皮一样 你今天不花这些 时间 跟体力 你不可能会达到那个地方 那一个歌手最重要的是 你的声音要有绝对的自信 你唱这一首歌你要有绝对的自信 你要有绝对的把握 可以征服 可以让台下的听众 听你唱歌以后会感动 这个是一个歌手在台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 我比我说台语 以前 我没有讲台语机会 那当时我的机会是唱台语歌 然后呢 我的机会是 不只唱台语歌而已 我出道的那个机会要跟江慧而唱 对大家来讲好像是 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是不是 是没有错 对 我也很幸运的 因为有了二姐的这个堪写 所以被大家认识我 但是大家 看不到的一点是 我的内心的挣扎跟煎熬 我不要说台语 我要如何唱出台语歌 去感动你们 大家没有想到这个部分 你们也绝对看不到这个部分 所以 我这个台 商品酒店这首歌歌词不吵 但是 一个字一个字 咬字咬清楚 这个部分 对我来讲是最大的功课 除此之外 我从这首歌开始 一直到自己的专辑 一直到我后来 自己写台语歌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我对台语歌上面花下去的很多很多的努力 这个部分是大家不知道也看不到 所以其实我讲我自己的故事给大家听 比如说今天唱歌 唱歌 当然没有一定的语言 我今天我也可以很高兴我明天写一首英文歌 我也可以写一首国语歌 我也可以写一首台语歌 我写什么都可以 但是其实每一个人有每个人的成长故事 如果说你今天 是一个业余的歌手 你想要 让你的歌声 可以 透过你的歌声让你的朋友觉得很开心 甚至有一天 你可以透过你的歌声 让很多很多的 听众都能够感动 那这个 就是要靠自己 不断的努力 很多东西 是大家看不见的 而是自己必须要去努力 感谢观看